各位学员大家好 今天我们开始来学习第26章企业合并 企业合并这章相对来讲是在我们筑块考试中是重要章节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企业合并中的控股合并向前说它是长骨头 向后说它是合并报表 可以说长期股权投资加上企业合并加上合并报表 这是一个大的模块 是我们筑块考试中的一大模块 而在这个模块中企业合并竟然起到一个中间的作用 所以有的年份咱们筑块考试愣把企业合并给拆了 怎么拆的呢 一部分给归到了长期股权投资 一部分归到了合并报表 那么今年或者说现在我们又把它合回来了 别管是拆开还是合回来 总之一件事是重要的 那就是它是我们整个模块的一个中间阶段 好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看本章的核心考试有哪些 作为企业合并 它翻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我们要重点把握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原则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原则 特别是要注意比对两种不同类型的企业合并 他们在进行会计处理时 有什么相同之处 有什么区别 当然区别很多 相同也有 你比如说 别管是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还是非同一企业合并 只要发生了合并中的相关交易费用 我们都走管理费用 这是相同之处 在企业合并中 涉及到或有对价时 这个问题的会计处理 是我们近几年来的一个热点问题 这就是我们在企业实务工作中的说 企业并购中那个对赌协议的问题 它怎么去处理 还有反向购买 反向购买的内容呢 是其实大家会感觉到它有些难度 那么这么多年来 过去曾经一直没考过 但是16年 对这反向购买是专门反期道而行之 来累到18分的大梯 当年可以说把很多人是考蒙了 因为没有准备 或者说没有真的把它做一个重点那种准备过 一旦出现措手不及 当然16年以后呢 又经历了一段时间 它又处于非常平稳状态 那么后续我们通过这个考勤分析 来看一看它的具体情况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本章的历年真题情况 本章首先属于筑块考试的重要章节 到底有多重要 这单纯从本章来说不敢说 因为它是一个模块中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它以团队的方式出现 怎么一个团队呢 这个团队呀 核心成员有 长期股权投资 企业合并 加上合并报表 如果再稍稍放大点范围 加上金融资产 你看 长期股权投资 企业合并 合并报表 金融资产 你说这个团队它厉害不厉害 在我们筑块考试中 这可是一大模块 所以它就很重要 考试中关于企业合并 它是客观题 主观题都可以出现 关键是本章内容 它可以向前与长期股权投资联系 向后可以与合并报表连接 特别是所得税金融资产问题 也可以和本章内容结合 有人说还有所得税问题吗 当然有了 在企业合并过程中的所得税问题 也是非常重要 并有一定难度的内容 那么16年的时候 本章曾经考过反向购买松河题 所占分支较高 高到了18分 那么16年以后 171819这三年考试 本章几乎轮空 大家一看轮空 这是忽高忽低忽冷忽热 对不对 曾经来一道大题 人们都害怕了 紧看这张 哎 原来三年没考 咱再说说20年 20年 这一章的考试呢 内容有所上升 但是主要侧重的是考了客观题 在主观题中也有所涉及 因为20年整体考的是拼牌 没有针对某一部分内容 考的那么深 所以说它是客观题为主 也有主观题中涉及 但是相对于1719年来讲 20年开始反弹 不愁意外的话 21年本章还会有题 还会有题 所以本章我建议大家 在21年备考时 还是应该重点把握一下 反向购买的 合并报表项目的计算 抵消分路的编制 特别是呢 对这个货有对价的问题 也同样继续关注 可以说我们本章 两大点 一个是反向购买 一个是货有对价 这两个点都要做重点内容 来悬面掌握 好 我们看一下本章的 学习方法和技巧 学习本章时 首先要全面掌握有关内容 尤其是特殊情况 需要记忆 所以说我们考会计 不是靠记忆来考的 但是有些东西 不记忆是不成的 因本章内容是联系 前面的长期股价投资 和后面和平报表的 中间环节 所以对于本章内容的学习 应做到前后呼应 融汇贯通 一些特殊情况 我们要注意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在非同意抗产企业合并中 购买任何一天 我们要把子公司 也叫被购买方的 各项可避认资产 负责的供运价值 拿过来 在拿过供运价值的时候 如果它账上有的资产 我们用的是供运 如果账上没有的 比如说无形资产 它本身也有供运的话 尽管它账上没确认过 我们同样拿过来 你想一下 把一个对方账上 没确认的资产 现在咱们确认了 它会不会引起 我们的可变经产 供运价值的变化呢 会的 它这里有没有 锁得税的问题呢 如果你考虑锁得税的话 它一定会有的 因为你会议上 有了账面价值 税法并不认可它 所以账面价值 大约技术会形成 一个应纳税赞产 我们需要确认 低延损负债产 总之 像这样的一些内容 我们要重点把握 特殊技艺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 第一节的学习 关于企业合并的概述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什么是企业合并 根据我国企业会准则 第20号准则 企业合并准则的规定 所谓的企业合并啊 是指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单独的企业合并形成一个报告主体的交易或者事项 有人一看这有交易或者事项 表示不能理解 为什么呢 说你这是会计的概念和定义 为什么到最后你却拿不准到底是交易或者事项呢 说实话 这不是财能部没拿准 是财能部啊 为了让这个概念更加严谨 所以才加了个或事项 什么意思呢 在企业合并中 我们能称其为是交易的 那说的是非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 我们能称其为是事项的 往往称为是内部的事项 那叫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 所以你从定义本身 一个交易或事项 就看到了同意控制和非同意控制的两大类型 另外呢 我们说两个或者两个企业 合并形成的不是一个企业 却说是报告主体 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我们的企业合并方式有三种 如果你说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 它会引起企业的变化 两个企业一合并 吸收了还是企业 两个企业一合并新设了 它还是企业 但如果是控股合并的话 那合完之后就不是一个企业 控股合并 那可能是两个企业 投资企业和背投资企业是两个企业以上 所以我们说企业合并时 你不能说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合并 形成一个企业 而报告主体则没问题 你要是一个企业 这一个企业是报告主体 你要是母公司和子公司这样一个控股合并的话 由母公司和子公司组成的企业集团 便是一个报告主体 所以你说报告主体 这就非常的严谨 因此呢 我们通过说文解字会发现企业合并的定义里面 他讲到了两大类型三种方式 这两大类型分别是同意控制非同意控制 三种方式分别是吸收新设和控股 并且无论是同意控制还是非同意控制 都可能有吸收新设和控股三种合并方式 当然 一个企业合并要想达成的话 它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一个是一方取得另外一方的控制权 或者说两个企业之间由非控制状态变成控制状态 我们才能说这是企业合并 你比如说 原来A只有B60% 今天呢 A就对B追加了20% 我们请问今天这20算不算企业合并 当然不算 为什么呢 因为AB之间早已形成控制 这种控制状态已成事实 即便你再追加一个20% 也没有让AB之间的状态由非控制变成控制 所以说 只有当初由非控制变成控制的那一天 才叫购买日 那一天才是我们说的企业合并 另外我们在认定是不是企业合并时 除了看一方是不是取得另外一方或多方的控制权 同时还要看 被控制的一方是不是构成业务 这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2021年教材 我们专门对业务的判断增加了一个指示点 那么为什么在企业合并中我们要判断它是不是构成业务呢 我们来一起看 如果一个企业取得了对另一个或多个企业的控制 而被购买方并不构成业务的话 那么则该交易就不属于企业合并 有人追问 说它不构成业务 你说它不是企业合并是什么 我们算打包购买而已 我们继续看 这里边呢 就明确了一点 说如果你来区分业务的购买 对于我们在会计处理上是存在差异的 第一种情况 企业取得不构成业务的一组资产或者资产负债的组合时 来的还是一组 但是它却不构成业务 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这时候就当打包购买而已 也就是说应当将购买成本 就是你花的钱 基于购买日所取得的各项可变成资产负债的相对供应价值基础 来进行分配 不按照企业会计则来处理 分配的结果是取得的有关资产负债的初始上价值 可能不同预期购买时点的供应价值 但是不会因为价值的分配过程产生新的资产或负债 资产负债打包购买中 多付少付的部分 均需要分解到有关的资产负债项目中去 因而也不会产生商誉和购买利得 比如说今天你花了 180万 够弱了 AB两项资产 AB两个资产组合 它不构成业务 但是A的供应是100万 B的供应是100万 你一看就知道 如果单纯加在一起 这AB的资产组合是200万 但是我一共花了180 你要不构成业务的话 咱怎么办呢 带一号送给180 借记资产A90 资产B90 你是怎么来的呢 因为各自的供应价值都是100 按200分之100 二分之一的比例 把这个购买成本180这么一分 所以A入账90 这里边就出现了 分配后的这个AB的各自90 和他们在购买时代 10点的供应价值100 就不相符了 是这样 虽说不相符 但在整个购买过程中 我们没有产生 这样的话呢 AB所确认的价值 一个90一个100 就和他们各自的供应价值 或者说跟他们在购买日的供应价值 不相符了 是这样的 虽说供应价值是不相符了 但是在整个购买过程中 我们没有产生新的资产 也没有产生新的负债 这就是 如果它不是构成业务的话 我们按照大包购买 来分摊你的购买成本 分摊的比例是 取得的各项资产费率的 供应价值的比例 我们继续看 当然 如果你取得的资产组合 它是构成业务的 那么这时候 你就得按照取合并考虑了 因为你取得了对业务的控制 那就是取合并 首先确认计量时点的确定 确认计量时点的确定 我们要把那个购买日定下来 合并中取得资产负债的计量 合并差额的处理 都需要按照合并准则来考虑 你比如说是非同一块起合并 首先呢 你要拿准了哪一天是购买日 购买日这天 谁是购买方 谁是被购买方 购买方的合并成本 是怎样确定的 被购买方的 在购买日那一天的 可变精彩的供应价值是多少 然后用你的合并成本 简据 你已经分享的 购买日那一天的 被购买方可变精彩 供应价值的份额 两者的差额 如果是正数 你就确认为上运 如果是负数呢 记住当期损一 你一看就知道 整个这套路就进入了 合并的 企业合并的状态 我们继续 来看多项选择题 关于企业合并的界定 下列表述正确的有 A选项 如果一个企业取得了 对另一个或多个企业的 控制权 一条够了 而被购买方并不构成业务 第二条不够 则该交易事项就不形成企业合并 对了 来看 B选项 那么企业取得不形成业务的 一组资产或者资产负债的组合时 应将购买成本基于购买日所取得的各项 可不认资产负债的相对供应价值的比例进行分配 不按照合并准则来处理 正确 是这样做的 按打包购买 然后分摊你的购买成本 C选项 在构成非同意控制下起合并的情况下 大前提是非同意控制了 合并融资被购买方取得的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 应当按照在购买日的供应价值进行计量 也就是说 非同意控制企业合并 你取得的 被购买方的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 要按供应价值计量 这是非同意控制企业合并的特点 没毛病 是这样的 递选项是否形成企业合并 只需看取得的资产和负债 是否构成业务 言外之意就是告诉我们 他要是业务 你就是合并 他不是业务 你就不是合并 听起来好像是对的 实际上他是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除了看是不是构成业务之外 还得看是不是对对方取得了控制权 那不是单纯说业务的 也就是说如果一方已经取得了对另外一方控制权的情况下 我们再讨论他是不是业务 他是业务的话 既控制又是业务 这才叫企业合并 所以本题的正确选项为ABC 好我们来继续看 关于企业合并的方式和类型 前面呢也简单给大家渗透了一下企业合并的方式和类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从企业合并的定义里就看到了类型和方式 企业合并定义中说的事项 那是同一控制企业合并 企业合并定义中说的那个交易是非同一化企业合并 别管同一控制非同一控制 它都包括了吸收新设和控股 当然我们考试的重心在于控股 因为只有控股合并 前面才连着长期股源投资 后面才连着合并报表 什么叫吸收呢 A加B等于A 那说明B被A给吞并了 或者叫吸收了 那么什么叫新设呢 A加B等于C 所以AB都合为了C 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 你要是知道了吸收的话 新设也能做 为什么呢 新设可以说A加B等于C 可以先理解为A加B等于A 然后把A的牌子换成C 那不就完了吗 所以我们说 真正合完之后还是企业的 那是吸收和新设 那么合完之后它不是企业 它可能是一个集团的 那是控股合并 所以我们统称其为 叫报告主体 我们要重点把握的 就是控股合并的问题 当然 这里边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同意控制和非同意控制的划分 企业合并两大类型 同意控制 非同意控制 没有第三个 没有中间阶段 所以当面临着一个企业合并 你不能把它认定为 同意控制时 它就是非同意控制 因此第一句话是这样的 非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 甚至除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 以外的企业合并 因此啊 在判断企业合并类型时 我们就有一个思路了 先来看一看 是不是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 如果是同意控制的 那就没说了 如果不是同意控制的呢 它就是非同意控制的 因此我们把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判断 作为一个重点来掌握 什么是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呢 它是参与合并的企业 在合并前 合并后 均受相同的一方或多方 最终控制 且该控制并非是暂时的 这里边 有两个要件 一个是 合并前后 均受同一方或相同多方 简单说就是相同的一方或相同的多方 最终控制 这是有一个最终控制方的意思 就是说今天参加合并的企业 他们有一个最终控制方 合并前是这个最终控制方 合并后还是这个最终控制方 这叫始终有一个最终控制方 并且被最终控制方的控制呢 它是非暂时的 这个非暂时通常指合并前合并后 在一年以上 在一年以上 我们才能称其为是非暂时的 我们呢 考试时对这个时间性的考核 应该说呢 不多见 但是大家在备考时 要注意这里面 还有个时间性的要求 我们来继续看 值得注意的是 同受国家控制的企业之间 发生的合并 你比如说今天 A跟B合并了 A和B是同属国家控制的两个企业 我们会不会因为 AB同属国家控制 就说AB的合并是同一控制呢 不是这样的 我们不应仅仅因为 参与合并的各方 在合并前后均受国家控制 而将其作为同一控制 如果交易中 作价是完全按照市场价格来确定的 那么该相合并 那么该相合并 应当作为非同一控制企业合并来处理 它要按市场 它要按照市场价格的话 你还是非同一控制 不能仅仅因为 他们就是同受国家控制 就是同一控制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参与合并各方在合并前后 不受同一方或相同多方最终控制合并 交易属于非同一控制企业合并 我们有的学员不太明白 什么意思呢 说参与合并各方在合并前后 不受同一方或者相同多方最终控制的 那合并方就属于非同一控制 这是什么意思呢 反过来说 就是说今天合并这两个企业 往前那么一推 你无法找到这两个企业的一个最终控制方 那么就说明这俩企业是不曾有关联方关系的 不曾是一个集团内部的 那你们的合并就是非同一控制 如果你今天来合并这俩企业 合完之后抬头一看 始终没有摆脱一个最终控制者 他是一个集团内部的 那他就是同一控制 所以说参与合并的各方 他们没有一个最终控制方 或者最终的多个控制方的话 那他就属于非同一控制企业合并 这个道理就在这儿 不用去较真 其实很好理解 我们来看多项选择题 下来关于企业合并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A选项 参与合并各方在合并前后 不少同一方或者相同多方的最终控制的合并交易 属于非同一控制 正确 刚说完 在反向购买中 如果被购买方不构成业务 购买方合并成本 预取得的被购买方净资产的供应价值之间的差额 确认为商誉或者当期损益 这可就错了 因为不构成业务必然不产生商誉 我们继续 同受国家控制的企业之间发生的合并 不应仅仅因为参与合并各方在合并前后均受国家控制 而将其作为同一控制 说法正确 递选项 参与合并各方在合并前后均受同一方或相同多方 最终控制的合并方交易 合并交易属于同一控制企业合并 你这么一听好像也没毛病 但是 我们真的要界定 是不是同一控制企业合并时 除了看他们是不是有一个最终的控制方之外 还有一个时间上 它是非暂时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它才能叫同一控制企业合并 所以递选项呢 还缺一个内容 缺个时间性的要求 所以本题的正确选项是A和C 两个选项 具体解析 不再多说 我们继续看 好 我们来看知识点 业务的判断 这是咱们2021年新宗的内容 这段内容呢 应该说教材上内容写的比较多 老师这课件呢 抓主要的提炼里一下 大家呢通过学课件 抓住关键内容之后 一些细节 因为是新内容 老师建议大家呢 还是在书上 在教材上 把它详细细的再看一看 好 我们来一起看 对于业务的判断 首先得知道什么叫业务 我们这个会计里所说的业务 这个专业术语 它指的是什么呢 它指的是 其内部的某些生产经由活动 或者资产负债的组合 你看它是资产负债的组合 我们能叫组合的是什么呢 在我们会计里有资产组 处置组 对吧 终止经营 这些都属于组合 那么业务也是组合 这个组合有什么特点呢 这个组合具有 投入加工处理和产出的能力 其实这是一个生产经营的全过程 先投入再产出 然后有个加工处理 我经常给大家讲 我们学习也是这样的 你得有输入输出 也就是说 你不曾有加工处理过程 你就很难有输出 你那听课 就是一个输入或投入的过程 但是你听完之后呢 一边听一边就完了 就是听听课而已 没有加工处理过程 你就不会有 最终对你做题的一个能力的提升了产出 我们最终的产出是什么呢 就落到解题上 能把将来那考试的真题做完 那就是真正的产出啊 所以大家要认真地审视一下自己的复习 是不是也做到了投入加工和产出 听课的时候 是不是在似税非税的听课中 那就是只有投入 没有产出 因为你大脑已经不能加工了 大脑听着运动了 没有加工了 就没有产出了吗 所以你现在的状态怎么样 告诉老师 是不是正在加工处理中 你来看 业务就是具有投入加工处理和产出能力的 这样的一个组合 那么能够独立计算器成本费用 或者新产生的收入等 目的在于为投资者提供鼓励 降低成本或者带来其他景色利益 有关资产 或资产负债的组合 具备了投入加工处理过程的两个要素 就可以认定是一项业务了 随于说 业务的构成是三要素 分别是 一 投入 二 加工处理 三 产出 但事实上我们只要够前两个 就可以判断它是构成业务的 这里的投入是指原材料 人工必要的生产技术等无形资产 以及构成产出能力的机器设备 等其他长期资产的投入 这是资产的投入 这里的加工处理过程 是指具有一定的管理能力运营过程 能够组织投入形成产出能力的系统标准协议惯例或者规则 而这里的产出呢 包括为客户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 这叫产出 为投资者或债券人提供的鼓励或利息 以及日常活动产生的其他的收益 这些都叫产出 我们说构投入加上加工处理 这就能叫业务了 好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构成业务的判断条件 合并方在起合 我们这个业务主要是用在起合并中 对吧 起合并中不过程业务的 不按着起合并处理嘛 那么合并中的合并方 在合并中取得的资产负债组合应当 至少同时具有一项投入 或者一项实质性 这不简单的加工处理 还是实质性加工处理过程 并且两者相结合 对产出能力有显著贡献 这个组合才构成业务 这里还有句话 那么它得对产出有显著贡献 有没有产出不重要 关键是对产出的有显著贡献 合并方在合并中取得的组合 是否实地产出 并不是判断其构成业务的必要条件 那就是说有产出可以 没产出也没关系 产出不是必要的 我们再看 当一个组合在合并日 没有产出 先说没产出的 没产出的不影响你判断它是业务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加工处理过程 就判断其实实质性的 如果有投入 并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加工处理过程就能说你是构成业务了 你是投入加实质性的加工处理吗 就是业务吗 第一个条件 该加工处理过程对投入转化为产出 至关重要 第二个 第二个 生产加工处理 没有人就不行 并且具备了材料权力 其他经济资源 其他经济资源 等投入 比如说技术研究开发项目 房地产或者矿区权益等等 总之呢 你要是同时满足的这些 我们的加工处理过程就是实质性的 你要是投入加上实质性的就算没产出 咱也可以判断它是业务 那是有产出呢 如果在合并日有产出 满足下列条件一个就行 没产出的都得具备 有产出的一个就可以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加工处理过程 就是实质性的 第一个 该加工处理过程对于持续产出至关重要 且具备了执行该过程所需的技能知识经验 和有组织的员工 重要并且有员工 这是一条 第二 该加工处理过程对产出能力有显著的贡献 并且过程是独有稀缺或难以替代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够一个也叫实质性 这些内容呢 大家要总体上把握一下 从客观体角度来把握它 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事实判断 你能证明它是不是业务 如果它是业务 它是企业合并 它不是业务呢 你还不能按着企业合并走 所以这个内容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再看 特别是在非同一控制企业合并中 我们可以通过进行集中度测试 这个方法来看它是不是通过 这个测试是不是过程业务 或者不过程业务 咱们一起看一下 所谓的集中度测试 怎么测呢 在进行集中度测试时 这个集中度测试这事 首先第一条 它应用于非同一控制企业合并 是非同一控制企业合并中 判断属于不属于业务的一个 非常简化的处理 那也是一种方法 用集中度测试时 如果购买方 你看这个非同一控制吗 购买方取得的总资产 总资产的供应价值 这是购买方取得的 几乎相当于 这个总资产中的 某一单独可辨认资产 或一组类似可辨认资产的供应价值的 什么意思呢 整个一组资产的价值 跟其中的一个资产价值差不多 那就说明这一组里的某一个 非常突出 几乎就这一个 在这种情况下 则该组合是通过了集中度测试 应判断为不构成业务 你那么一听也不像业务 说是一组 其实就是一个资产 其他那些都是给他做辅助的 在这一组资产中 有一个资产非常的突出 它就几乎相当于一组资产的价值了 这就叫该组合通过集中度测试 把它判断为不构成业务 这事你光从字面看 你不好理解 一说这事 挺好理解的 来一堆资产有一个特别大 这一个大资产就相当于一堆资产的 全部那它就是一个资产 所以它就不能叫业务 那么 并且购买方 无需按照上述构成业务的判断条件来进行判断 你就看这一条 这叫集中度测试 你就能认定它不是业务 如果呢 这个取得的组合没有通过集中度测试 也就是说不是这种情况 没有通过集中度测试的 购买方仍应按照上述构成业务的判断条件进行判断 投入啊 加工处理啊 产出啊 这样的条件来判断 所以说呢 大家要掌握这个原则 这个原则是用于非同一控制起合并中的 非同一控制起合并中 可以简化的使用这个集中度测试 通过集中度测试的 它不构成业务 没通过的 接着回来 还是用按照我们一般原则去判断 当然在这里边 特别是我们教材啊 对这个 非同一控制起合并中 如果使用集中度测试的时候 这个资产的总资产的供应价值怎么确定 还有这个 某一单独可变成资产的价值怎么确定 某一组类似可变成资产的供应价值怎么确定 我们教材给出了较为详细的计算思路 甚至可以说叫计算方式和公式 这些内容 没什么难度 但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枯燥的 建议大家呢 有时间 把教材中这些详细内容 再好好看一看 毕竟这是2021年的新增的内容 在这里呢 课件就不再展示了 课件只是把这思路告诉大家 通过集中度测试 判断它不构成业务 是怎么判断的 是一组中的某一单项 或一类似的可变成资产 它是一个独大 我们叫做一股独大 这是一组中的某一个独大 它特别大 这种情况下 它就是不构成业务 否则的话呢 还得按照我们构成业务的判断条件 这样的方式去进行判断 好 我们来一起看一道多项选择题 下列关于企业合并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A选项 参与合并各方在合并前后 不受同一方或相同多方最终控制的合并交易 属于非同一控制证券 找不到一个最终控制方或最终的多方 那就是非同一控制 必选项 在反向购买中 如果被购买方不构成业务 应将购买成本基于购买日所取得各项可变资产负债的相对供应价值的比例 来进行分配 也就是说 首先不构成业务了 你就把这购买成本按供应价值的比例来分配 这对不对呢 我们前提条件是 这是反向购买中 反向购买中 我们并不是这样处理的 反向购买中 如果被购买方不构成业务的时候 我们呢 是按照权益性交易来处理 差额走所有者权益 进入资本攻击的 所以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 好 我们来继续看 C选项 同受国家控制的企业之间发生的合并 不应仅仅因为参与合并各方在合并前后均受国家控制 而将其作为同一控制企业合并 这是对的 真的是这样 再来看D选项 参与合并各方在合并前后均受同一方或相同多方控制的交易 就属于同一控制 错 他没说时间的因素 所以本题的正确选项为A和C选项 这里边 选项B 前提条件是反向购买中 如果被购买方不构成业务 则划分为权益性交易 这个权益交易呢 要用你的合并成本和你取得的可变精彩供应价值之间的差额走所有的权益 不确认商欲 也不计入当期损益 这就对了 所以呢 本题的正确选项为A和C